第十六题 太空人由月球吸合一块岩石X献给女王 女王将岩石和皇冠分别放在已归零的天平两端 天平保持水平 女王再将岩石和皇冠分别放入装满水的量杯中 收集由侧管溢出的水 结果如土 假设皇冠和岩石都不容于水 下列物语量比较何者错误 我们看到我们的天平是平衡的 所以表示我们的王冠跟岩石的质量是相等的 我们看他所溢出的体积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体积方面 我们的岩石的体积呢 是小于我们王冠的体积 而根据我们的公式 D等于V分之任 在我们的质量一样的情况之下 体积如果越小 那我们的密度会越大 也就是说 我们在密度方面 我们的岩石的密度是大于王冠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选项中 选项A说质量相等是对的 选项B说岩石的体积比王冠小也是对的 选项C说岩石的密度比王冠大也是对的 而选项珠 岩石的密度比王冠小是错的 第16题问我们说 下列物语量比较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岩石的密度比王冠小 请说岩石的密度比王冠小